我們一開始跟各位講 我們今天要戳破日據時代的防疫神話 各位不要誤會 我們所謂的戳破神話的意思 是說那些神話還有鬼話 或者鬼話也可以 不要亂講 該是他的就是他的 不是他的就不是他的 我們該給人家稱讚的 我們要稱讚他 不該稱讚的 你也不要隨隨便便安在人家頭上 實際上我們現在講 說日本時代的防疫非常的亮眼 他的防疫成績斐然 有這個說法對不對 然後很多時候我們都聽到 就是現在的通說 主流見解 都認為228事件的時候 怎麼樣 就是當時的國民政府的 這個誠意政府 他做的不好 對不對 他做的不好 然後導致後來 就是導致很多人死亡 然後也導致後來228事件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這個圖把它畫出來 這個是我們 我根據就是 以前的衛生署 現在在衛生福利部 以前的衛生署 他出版的台灣醫療史 然後裡面提到的 就是我們講說 台灣地區歷年法定傳染病患者數 從 就是1896年開始 然後就是 就是一直到 大概1970年代 就是 每年的法定傳染病患者數 我們做一個圖表 它的人數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光這樣乍看之下 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 就是 欸 對啊 日本時代沒有比較好啊 然後 光復在 光復在這個地方 就是第二次次亡案結束 台灣光復在這個地方 之後也沒有比較差 那裡面有一個 很引人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中間有個空 空白的一段 就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重點 就是 所有在跟你講 說日本時代防疫多好多好多好 然後 可惜 怎麼樣 不是可惜啊 就是很糟糕的事 就是成疑政府沒能夠延續下去 所有這樣跟你講的人 他們都隱藏了一件事情 什麼呢 就是實際上 後來不是 是我們講說因為戰爭的緣故 台灣一直被接受空襲對不對 戰爭緣故 所以導致 最後的 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三年 台灣總督府 他是沒有發佈 傳染病患者數量的 他沒有統計 就是我們講說這個 41 是 日本時代的末期法定傳染病患者數 已有明顯上升趨勢 各位對照這個圖來看 就是從918事變 1931年開始 其實台灣的 法定傳染病患者數就是 逐年都在升高 一直到 日本 製台的最後三年 他沒有統計了 那誰知道這個 裡面的狀況 實際狀況是怎樣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任何人跟你講說這裡面這個時候沒有疫情人都是胡扯 都是缺乏全面性的證據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 就是剛剛講的 在盟軍轟炸之下 他們並沒有去公佈 當時 傳染病流行的真正狀況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一點 也是我們等一下 要講的 就是說 那一開始 我們光復之後 陳疑政府 他面對的開局 是怎麼樣的一個 實況 那我 幫各位 接下來我想幫各位今天 很快的我們講過去 復盤一下 台灣的 從日本時代 一直到 光復結束 日本時代我們很簡略的講 一直到光復之後 都發生了一些醫療的 上面的一些大事情 各位就可以知道 你看了這些 這些事情之後 到底好還是不好 到底有什麼德有什麼失 你再做一個判斷 就是不要 看到別人就是在那邊潑粉 在那邊水口亂講不查證 然後 就覺得 這就是當時的實況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在 台灣有一個 台灣的醫療 就在當時其實有一個 先天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講說 在1901年的時候 就是各位 可以看出來這個是 日本治台的初期 對不對 然後當時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厚騰新品 台灣人很多人喜歡 認為他是 他是 學醫的嘛 台灣人對醫生好像都 比較高看一眼 醫生來當當時的叫做民政長官 對不對 然後 我們 講的後來的 很多的制度 包括 台灣的公共衛生 還有警察制度 其實都是在他的 任內 我們講說奠定的基礎 好 那他當時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台灣公共衛生事項交給警察本署 這件事情其實導致了很多後面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也特別講一下就是他為什麼要把 衛生公共衛生事項交給警察分數 因為他當時他主政的時候 他要執行的政策就是希望 把台灣當時的台灣 從軍政 過渡到 民政 他想要做完成這個過渡 就有點像是 我們講說 孫中山 他有建國三步驟 軍政 訓政 憲政 軍政跟憲政中間 他會有一個過渡階段就是什麼 就是 由黨來一黨專政 的訓政體制 就像是我們講說 一個忠心的大臣來輔佐小皇帝 等小皇帝長大之後 他有的能力了 我們就要歸政 然後讓他清政 這是這樣的一個比較老稱實重的概念 當時的民政長官厚藤清明 他其實也想的是一樣 他在 軍政 日本領台的軍政和 縣政中間 對不起 軍政跟民政中間 他用了一個東西過渡叫做什麼 叫做警政 所以後來我們看到什麼就是這個 南烏警察大菩薩 對不對 台灣說這個日本時代 這個警察無所不管 根是重在哪裡 就是重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歸警察官 為什麼 因為當時警察的力量最龐大 而且深入民間 而且當時的我們講說後來 我們後面也會提到就是 保甲 壯 保甲還有壯丁團 這些我們講說 基層的 民 民間組織也都是歸警察官啊 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些防疫 衛生防疫的事項是要交給警察 對 後藤新平來說這個是在 直接不過的事情 很合乎邏輯的 好 那後來我們就跳過很多東西 重點後來打仗了 打仗之後我們為了戰爭 對 很多事情要怎麼樣 要 理智一點 對不對 所以 在戰爭時期 1943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當時的日本 總督府做了一件事情叫做 港灣行政於原化 這個事情是什麼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要保證 戰爭時期 糧食 還有軍需供應能夠暢通 所以他這個時候 其他事情 都是次要的嘛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保證這些物資的運輸 還有人員的運輸 所以當時的狀況是什麼就是 戰爭的時候由交通系統 來整合警務啊 稅關啊建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後來就是在日本時代的最末期 檢疫事項是交給什麼來做的 是交給交通 系統來做的 交通系統來指揮 這就是誠意面對的開局 然後 到我們剛才講說可是到了 戰爭的最末期怎麼樣 盟軍空襲港口嘛 這個我們就要講到 日本時代的最末期我們剛剛不是講說他把檢疫 交給交通系統嗎 而且不但交給交通系統而且他把 所有的檢疫 全部都集中在 基隆港跟高雄港 就是 台灣的兩個最大港 這個導致什麼結果 就是導致後來空襲的時候 一次就全部端端走了 全部炸爛了 在 戰爭時期我們剛剛不是看到後面沒有統計的那一段嗎 檢疫是完全 是 被炸毀的狀況 檢疫的狀況 是完全被炸毀的狀況 我給各位看一下這是當年 基隆港 檢疫措施在戰爭中的受損情形 全部都炸爛 幾乎都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才導致後來我們講說檢疫的事情 就是 常常看到那個 敘述報紙上也有 或是政府檢案裡面也有 就是 那個檢疫的人 大港還好 就是 大港自己沒有船 因為船沉了嘛 他自己沒有船 他怎麼樣 他要做 可能港務局的小船 然後 去 上面 去看看病人的狀況怎麼樣 什麼事也不能做 就回來 或者是小港的狀況就是 他們撐的那個三板 就是檢疫人員撐的三板 去追 逃跑的那些走私船 就出現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全部被炸爛了嘛 你全部集中到大港 然後正好人家戰略轟炸一次把他炸爛 所以 在當時我們講說在日本統治的最後 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辦法檢疫了 那你說那個時候有沒有 疫情 打個大問號 實際上當時最後幾年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檢疫可言 我們再回到就是 再乘以 應該說在日本統治的最後時間 保甲壯丁團就踩撤掉 然後 光復的第一時間警察人力大幅縮變30% 各位可以發現 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 厚騰辛平時代 他奠定的 我們講說台灣的 公共衛生的一些基礎 到這個時候就其實都已經全部都 沒有意義了 就是已經過時了 已經 客觀條件跟以前已經不一樣 對 可是 在這個時候基本上 大家 當時在忙著什麼 忙著光復嘛 忙著接收嘛 所以 1945年的11月到1946年的4月份 這個時候是什麼 是台灣光復 我們講說軍政的接收時期 大致上持續了半年的時間 各位 我們之前可能也講過 就是說 日本政府 他在 一投降之後 立刻怎麼樣 印鈔票 空運來台的鈔票 然後鈔票裡面有一個 很大一部分是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 把台灣的這些 公務員 他們的薪水 預發到隔年的3月份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因為4月份開始就要遣返了 他們薪水是發到3月份 這是題外話 總之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這個時候一直到4月開始 怎麼樣 接收完畢了 所以怎麼樣 他就把 當時的很多很多被炸毀的這些鋼間鎖 就接收進來 這個時候才接收進來 而且成立了一個東西叫做 台灣省檢疫總所 我跟各位講 就是在這個部分台灣醫療史的 就是很多 說法很多研究就是粗糙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這個台灣省 檢疫總所 的第一任 所長 他其實叫總所長 因為他叫檢疫總所 所以總所長 他叫做成立 成是計程車的成 然後 利是戰利的利 成立 可是你在很多的 台灣的醫療史的論文 論文 還有同行審查 對不對 論文裡面 這個人都不叫成立 他叫什麼呢 叫成立廳 廳就是 耳朵的 耳朵廳的那個廳 他叫成立廳 檢疫總所 總所 台灣省檢疫總所 總所 成立 成立 總所長 成立總所長 他把那個總看成廳 就變成成立廳所長 就是 很多資料都這樣寫 論文也這樣寫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然這是小事啦 但是也可以 側面得知 這些人查證的功夫 做的 需要改善 有很大進步空間 連這個名字都搞錯 成立 總所長 然後他們寫成 成立廳所長 就是這樣 那這次提完後來 總之比較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 當時 就是因為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當時的 這個 就是國民政府 他在接受的時候 他講說 就是這個檢疫是雙頭馬車 就是事權不統一 可是我跟各位講 實際上 這個問題是出在什麼 是因為在 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的體制裡面 檢疫它其實是中央事項 各位可以想像得到嗎 就是因為這種 國際 就是我們講說 公共衛生 它是 有國際交流的 這個 這個狀況嘛 所以 它由 中央統一去處理 它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對不對 可是 當時在台灣總督府 總督府裡面 檢疫是屬於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 鋼檢所嘛 是交通 交通 就是 我們講說 台灣總督府底下的交通系統在管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掌管公署把它接收下來 的時候 我在省的 省的一般的 常規的省的體系裡面是沒有辦法擺這個 單位嘛 所以只好臨時把它塞到 就是直屬掌管公署 那當然這個就是被當時 批評說啊你怎麼不直屬掌管公署啊 怎樣 總之就是 他們其實是誤解他們不懂當時的 就是接收就是兩國 要在接收單位的時候他會有兩國的 體制不一樣 衝突的地方這個都需要 一些時間他才能夠把它改過來 好我們就回到我們就講說